对 师傅就讲 师傅讲 当然师傅讲 师傅讲就讲 以前卖红豆水 炒面炒米粉卖 什么都做过 一个人做早上 师傅得到起来了 十岁就跟着父亲去割娇 七十三岁的乌桂芳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本该到了一养天年的时候 可是一夜之间却被骗走了全部积蓄 百多千啊 他的米粉很高利很高利 你杀了你抓车去 转进银行 你中了他的钢头这样子 连身上三百块的看病钱都一并被骗走 吴桂芳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这时总之一直哭哭哭到没有办法 哇 很想在一肚子跳下来 他儿子看我这样子我会不会睡觉 我没再哭 他再到一起看心理医生 孝顺的儿子想忘设法开导他 让他接触各种工艺团体 慈基志工谭书芬就这样走进了他的生活 从做环保开始 阿苏的时间来载我 七点他就来载我 他查这东西就去 这样巧他就是那时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我讲不然我带你去金诗堂 那边会很宁静 会清静一下你 这样子他讲好了 2018年 恰逢慈基雪龙峰会举办四合一营队 那时承担医助组组长的谭书芬 带着吴贵芬在金诗堂住了三天两夜 那时我来这两房间 自备 烧地下 麻地 那时抽出来 头一次来就这样子 在这里 吴贵芬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贵人 那时候阿苏芬他们带我见德朗师傅 我跟德朗师傅拍一个相片 那师姐 德朗师傅 德朗师傅讲不要想这样多 叫我向前跑 你还有一个身体 讲你还有一个身体吗 不要想这种你还可以付出吗 师傅讲这句话真的我们就放下了 师傅的这句话真的典型 阿苏芬也是很好一直带着我 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他就领悟了 当下就领悟了 不要想了 想的没有用 不会回头了 是嘛 师姐 不会回来就想 总之他骗气还是不好的 下一次还还我们 是这样子想 一组组做工作人员的时候 他好开心 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法 每个人都是法种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报 他就讲我每天都要听法 这样子就到现在咯 跟阿苏芬讲 我说我听到这边不太明白 所以要解释给我们听 有什么不会 他就一早就会打电话问我咯 这样子咯 所以我都不敢偷懒 我们现在这样语言 是很有福报了 总之做人不要这样计较 做我们要宽大一点 未来希望跟师傅 跟着师傅的脚步跑 就像现在我们遇到商人 因为要持续 我们有个玩法给我们做 我们什么都不想 大家开心地做玩法做 就过一天 而几十星期六 我们又去人们那边 就这样子想 一本新的台 那一族乞灾无影 我拿笔来写写你的名 这个 他收到的三款全部是 我不会做 要交给我 我帮他做全部本 我不会做 他帮我做 在旁边跟他协助讲中 这样子他就 越做越发喜这样子 人生路上 他踏过了荆棘 终于找到了开满鲜花的地方 而他也正把这芳香 欢喜地散播出去 去见商人师傅 我现在很开心 心里想出师傅 我们爱商人 商人很爱我们 现在我们只会去商人 去台湾报警 就兴奋 菩萨相伴 行善人间 麦大爱甲烧燕 雪龙报道 明天 昨天 又在生活中 vet